萬一如果你這個知識 這個群組你想要退訂的話 沒關係 他也有這個機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進到這邊 先找到你的那個 知識 看是哪一個 比如說我訂閱的 自己的 也可以訂 退掉 只是比較奇怪而已啦 直接刪掉就好了 你就找到這個 最新訂閱 或者訂閱的知識都可以 點到這邊 好 比如說你看哪一個不是你要的 好找看看哪一個不是我要的 好像都 都有需要 好我先找 訂閱的好了 這裡 好假設這個我不要 那你往下走 因為他希望你不要那麼快決定 在下面有沒有 取消訂閱好他再問你一次OK 這樣就沒有啦 好這樣就沒有 那 群組當然也是一樣 如果哪一個群組 比如說我這裡有加入一個群組 那這個群組呢我也不想要的 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退出群組 跟Facebook 跟Facebook一樣嘛 你不曉得很多 很多人都被加入那個社團 不是嗎 不小心別人就把你加進去了 都是廣告的比較多 好那你就自己去退出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 所以 基本上其實 OneNote使用 你覺得會不會很困難 應該不算困難吧 對不對 那 在群組裡面還有一個我們剛剛沒有特別提到就是 所謂的張貼訊息 這個應該還好 好 那比較特別就是你可以看到這裡 除了文字以外有沒有連結跟坎入 甚至你 有什麼 連結雲端硬碟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 比如說像 我 上課就有時候用到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 範例沒辦法一次就做完 那是會留一點點 下次是不是要繼續 那這個時候呢有時候我們就有 一個需求就是 上週的進度是要保留下來 我看一下這裡 上週進度 應該有 這個沒有好我看另外一個 3D的 好這裡 有沒有連結那個 上週的 對不對 這樣他就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好那像我們這個禮拜是期中考之後我都會 先公告就是 要上什麼內容 這樣 可以提高一點點 預期的 績效 所以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當然你如果要編輯還是可以做編輯 好這個同學繼續做編輯 所以 大致上 像這樣子那麼 如果說你要公開群組的話你可以到設定裡面這邊 來這邊公開 來做公開 那這樣外面就可以直接找到 如果沒有的話他就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透過那個代碼的方式他有辦法加進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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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